大家好 欢迎来到脉活费出品的大麦健身手你 大麦哥又来了 今天是2020年2月一字 今天咱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说一个不幸的消息 新冠状病毒已经流行 这是第二个年头 在这个大疫情的时代 我们健美健身圈第一位因新冠状病毒而撒手人寰的 这位健身者是谁呢 他终于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克里斯 他来自南非 小伙子是一位职业健美者 在去年12月26号 突然间他感觉不舒服 到一个医院去检测 我的天哪 他已经是阳心了 你就说这事情发展有多快 这回家之后两个星期 咔嚓一声 他撒手人寰 把他的媳妇和两个女儿他留在了人间 小伙子1998年就开始参加比赛 成绩还是不错的 在去年新冠状病毒也有一些运动员趋势 但是都不是因为新冠 那么去年三四月份去世的我们的陆克山道 到底什么原因现在还没有表 但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事啊 小伙子的去世为即将在2021年 在南非举行的阿诺德赛 抹上了一层阴影 说起阿诺德 这个阿诺德前一段时间为了阻止川普连任 发表了一段重磅演讲 这个演讲还没过多久 阿诺德突然出现在了一个场合 当然了 阿诺德不是中了 他到了一个流动防疫战 大家知道前两天呢 这个美国的很多政客都是纷纷表演啊 打针 那么阿诺德呢 想我这么一个动作英雄 我怎么能上台表演呢 我得真枪实战的干一回 他来到了流动防疫战 当地啊 在驻砸的小护士 拿出了一个针头 向他的胳膊扎了一针 我的天哪 当我看到这个情景 我心里咯噔一下子 我的脑瘟了一下子 这是什么情况 阿诺德 啊 你这是 你这是疯了吗 打完针之后 他那坚定而自信的眼神 我相信阿诺德在这样的高龄 我相信他能够挺过 这一关 加油 阿诺德 阿诺德是那个 说到阿诺德就不能不提到 他的孩子 几个孩子当中从事健美行业 唯一一个就是他的 孩子约瑟夫 这个约瑟夫现在慢慢的 开始亮出了自己肌肉 越来越像我们的健美赛进发 小伙子不仅长相像阿诺德 他的下巴也像他妈 同时呢 他的形体跟阿诺德 还确实有些相似 但是小伙子在健美的路 能走多远 还是要看阿诺德 给他带来多少启发 在他三个孩子当中 这位小伙子确实争气 他心里确实憋着一股气 那亲生的你们不从事我爹的行业 那么啊 我他妈的啊 那个什么 我得我得为我爹争口争口气呀 我爹就是靠健美出的道 我爹就是靠健美出的名 我爹就是靠健美发的家 我怎么呢 这孩子确实要强啊 他越想 心里这气越大呀 你们一个一个看着都是娘娘亲 我不行 我必须要阳刚 于是乎大家发现了 从去年起 小伙子在社交媒体上 开始不断的放出自己的健美照 他下决心 我要吃健美饭 他下决心 我要参加比赛 他下决心 我要先打男子舰体 他下决心 我要再打男子古典 然后他要进军 212级别 那是不可能的 古典是他最终的方向 我相信这个小伙子 在不久的将来 一年或两年之后 将会在我们的奥赛舞台 看到我们的约瑟福 说到这儿 你看看他其他人的节目 他能看吗 他有激情吗 纯粹就是行尸走路啊 所以看健身的节目 你还得选择一家 那就是你搭败哥 接下来 在去年阿诺德赛上 取得小赌冠军的林树青 又亮出了自己 前斩拐头肌 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 当时在所有的菜场的运动员 可以说是脱颖而出啊 战胜了很多同台级别的欧美运动员 大家看整个台上 整个台上可以说是细节明显 台上的状态确实不足 在这里我要祝林树青 下一场比赛 是更上一层楼啊 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到他 杰卡特 杰卡特又出啥事 他的媳妇怀孕了 好像不太可能 年轻时候的杰卡特 可以说只是一杯富翁啊 今年奥赛颁奖 杰卡特好性的发型 输了个短发 样子相当的奇特 跟以往不太一样 以往咋咋呼呼那种感觉 掩然而消 而藏住在拉斯维加斯的德国 剑尾大将大坏狼 年轻时候的状态 当时那块肌肉有多大 你再看咱现在 诶真有点像 就在拉斯维加斯的 他有点像一个动作知名影星啊 克林瑟伊斯特伍德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小将 可以说不戴口罩 在健身房 亮出了自己最强的这个状态 这个小伙子 我记得 他的名字我忘了 但是他参加什么比赛 我记得 亚马摩托普 好像他取得了古典冠军 而古典的另一位小将 国王火腿砖 最新的创展宫二头鸡 那胸前说大的份 引起了我的关注 好久不见的赛迪克 亮出了自己最新的 单展宫二头鸡 这个状态确实挺好 远远看去 他有点像一个人 谁 他怎么看怎么像 大家仔细琢磨琢磨 像谁 怎么像的 我们的伊万卡 他老公呢 特别是这个眼睛鼻子 还确实有点那个意思啊 但是他所像的这个人 到底 我老觉得有点娘娘腔啊 这么伊万卡 能不能找这么一个人呢 怎么也得找一个 像赛迪克这阳刚的小家伙吧 这俩我觉得啊 我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俩走不长 你知道我为什么吗 因为他他有点 你看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那个不阳刚 可是啊 他俩已经生孩子了 生孩子了 可怜的伊万卡 可怜的伊万卡 就在这时候 一位相当古典的小伙子 印入我的眼帘 这位小伙子 虽然不是专业选手 但是整体的肌肉形态 抓住了阿努德 当年那种古典 六七十年代的风格 小伙子的名字 他叫OIQ 拍的照片呢 都是以这种 复古的照片为主 但是呢 关注的人确实不多 有喜欢他的观众朋友 可以去关注一下他 他主要走健身网红的路线 但是小伙子我觉得 他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太正了 太正了 不够骚 啥意思 你看那男子健身网红 那男子的 都啥呀 啊 你不脱行吗 最后都得脱成一小虎杂 要命就有戏 对不对 光照照片你俩行了 说到这 黄哲勋最是最有戏的 一位健身网红了 你看他现在带着他儿子 是不是 等他儿子长大成网红 得抱着他爸爸 你说说 这俩人 你看你大麦哥 三四年关卡了不少健身网红 这黄哲勋 形象好 第二是有戏 三是很搞笑 当网红呢 不能太正经 是不是 要来点戏 那接下来 在韩国的 韩国这次参加奥赛的 K-Minson K-Minson成绩不是很好啊 K-Minson呢 这次呢 主要以参与为主 16名 哎 我觉得其实 他的台上的形态还可以啊 但是不知道 他的这个形态 有没有PS啊 但是我觉得 好像没有PS 为什么呢 相对于他其他照片 我觉得还 还更加 更加的自然一些 人家很谦逊 在场和几位知名的选手 都合照 比如像安德鲁 安德烈 是不是 还有我们的那谁 菲尔兰多叉了 哎 说起菲尔兰多叉了 咱们看一下 菲尔兰多叉了 在今年的赛场上呢 成绩呢 和他还甚至还比他 还低一点啊 同样也是16名 这奥赛 大家知道 亚洲运动员的成绩 都不是很好 特别是男子健庇啊 那么 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 菲尔兰多叉了 最新的状态 在这个疫情期间 菲尔兰多叉了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 协方机也开始练起来了 说实话 菲尔兰多叉了 耶瑟他布兰登啊 没有他的媳妇 和你大麦哥 他没有今天 所以说人家菲尔兰多叉了 耶瑟布兰登 在整个的职业生涯中 他要改型四个人 首先第一个是他的教练 第二个是他的媳妇 第三是他妈 第四的就是 你的大麦哥 加油菲尔兰多叉了 来 大麦哥给你 奔一个 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 我们的安德烈 安德烈和瑞安又站在了一起 瑞安啊 今年咋这样了 这是一种钦佩的校生 瑞安每次状态都不错啊 只要他腹肌 有了 基本上成绩就能定 在优美的音乐生当中 咱们再次干一下 我们的安德烈 这位职业健身网红 最新的肌肉大片 嘿 这安德烈 留起小胡子之后 确实跟以往不太一样了 他成熟了 有的观众表示 这个安德烈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 但是据我观察 他有特别好的男朋友 也有特别好的女朋友 我觉得用那个谁的话说 他好像就是属于流性 是吗 我不太确定 说实话 人家的私生活 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咱们主要关注人家的肌肉 就跑了嘛 是不是 说嗯呢 最近安德烈前两天 在迪拜和那个我们的拉瑞宾 可以说吃了几个波格 这波格 这俩人能吃完吗 天哪 这拉瑞宾最近跟人这个 跟人家掰手腕 这干啥呢 就靠这个都没给都没掰过去 所以这个事就体现了一个什么呀 树叶有专攻 比如像拉瑞宾 他可能在硬拉这比较牛 但是在掰手腕上 可能就有点 不行 上次提到吉日米 那吉日米2021年 你看吉日米最新的状态 我的天哪 这个手臂依旧是不行啊 而接下来咱们看到 是四届阿努德冠军 Figure级别的这位选手 这位选手 可以说我非常喜欢 主持风格也特别好 被NPC安排 主持大赛的这个采访工作 小姑娘2011年就开始参赛 可以说到今年 已经有10个年头了 那么参赛完毕之后 那也得是要生孩子的 哪个女孩不想当一个母亲呀 哪个母亲不想生一个孩子呀 你看像今年奥赛冠军 比基尼冠军珍妮特 你看人家的形态 你看看人家 人家迟早 我跟你说 也是孩子他妈 有的观众表示 当孩子他妈 你得有人生才对呀 所以现在的 你看看人家还是在择偶当中 你看看我们介绍的女性运动员 都是自强不息 自己要容貌有容貌 人家要形态有形态 要肌肉有肌肉 要胸肌有胸肌 要事业有事业 这样的女性选手 谁不青睐呢 是不是 你看看人家就瞟一下 我跟你说 在场下的男观众 你不举手 你就不是男人 你看见人家参赛经历 2013年参赛 两个冠军 当时打的人就是比基尼级别 都是第一名 是不是 那时间夸一过 过到了2014年 哎呀 这2014年可以说是 一个第一 一个第四 一个第二 一个第八 你还别说 2014年 那些参加奥林匹亚 人家取得了亚军 这不是开玩笑 已经出名了 2015年你在哪 人家参加阿诺德赛 取得了第三 2015年 比基尼又取得了一个亚军 啊 2016年 有些观众可能刚刚成熟 你看看人家在干嘛 啊 这个奥林匹亚取得了 怎么这状态不好 取得了第六名 我估计是在谈男朋友 那么阿诺德赛 取得了第二名 2017年 是我们的詹尼特的修整期 只参加了一个比赛 阿诺德赛 取得了第四名 2018年的詹尼特 参加了奥赛 取得了第三名 阿诺德比赛 取得了第二名 呃 在澳洲 阿诺德赛 我印象很深 也取得了亚军的成绩 我记得是2018年 是参加了三亚的比赛 是不是 2019年啊 小姑娘继续努力 在奥林匹亚 又取得第二名 这阿诺德赛 取得了第一名 应该给这个姑娘 应该来个冠军吧 啊 结果 到2020年 小姑娘在奥赛 取一局取得了 这奥赛的比基尼冠军 这可是实打实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小姑娘 你别看造型的时候 有着女性的阴柔 但是人的内心里 却是一股阳刚 却是一股坚毅 却是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小姑娘崇尚了口头语 我琢磨 可能是 我不相信男人 这是2021年 詹尼特开足马力 继续训练 这位2020年奥赛冠军 詹尼特 他展示出了自己 最新的绿色职业卡 绿色纸质职业卡 时间过得飞快 这短短的几分钟 咱们又飞到了巴西 飞到了温克拉的故乡 温克拉又展示出了自己 策展囤搭机 在优美的音乐声当中 咱们再次欣赏一下 我们的女性职业选手的风采 有些选手是网红 有些选手 比如像这位 他就是一名职业选手 平时在台上的时候 你看着似乎有些阳刚 似乎好像黑头发走起来 有些不出彩 但是头发染红 在家里随便一拍 那可就是人体肌肉大片 详细未来 人类将走入母性氏族 女性的阳刚将带领 软弱的男子 继续走向人类的 不确定的那个命运 看着这些选手 积极健康的形象和心态 你大麦哥可以说是热血沸腾啊 我把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脱了 我换上了运动服 也准备来两下子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咱们就到这 咱们不要去分享 关注和点赞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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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